电影爱瞎看陪你看大山 欢迎来到下节看 我是老二 厉鬼复仇看腻了 给小伙伴们换换口味 一起和老二欣赏一下片子里 我见游莲的女鬼 2021年由陈柏林 陈奕文等主演的鬼扯 《易经》上映 便引起大家的热议 今天老二给大家带来的是 他的原版 于2004年上映的韩国恐怖片 《驰诗两公里》 苏黛和杨毅为黑帮老板 走私钻石 这次交易完得到钻石后 苏黛的本心被贪念蒙蔽 独自一人拿着钻石出逃 他开着红色的越野车 急驰在公路上 准备到乡下躲避风头 谁知沿途路中央 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苏黛一个急刹车没稳住 连人带车滚下山坡 虽然车子已经无法继续行驶 但好在人暂无大碍 苏黛通过路标的指引 徒步两公里来到风景修理 民风淳朴的石石村 不过令他感到好奇的是 村民们开着破破烂烂的拖拉机 却住着两层楼的豪宅 有位村民热心解释道 两年前刮台风 把村子里的房子全部卷走 政府给补贴之后 他们才能有这么好的房子 以前他们的日子艰苦 现如今生活设备样样齐全 苏黛觉得这里环境还不错 于是决定暂时借住一晚 因为钻石被他吞进肚中 所以进房子第一件事便是上厕所 谁知因为兴奋过头 钻石洒落一地 恰巧此时村民玩心大发 假装警察捉弄苏黛 慌乱之下他不小心拔断了门把手 眼看警察就要冲进来 苏黛又把钻石吞进肚中 刚准备洗把脸冷静一下 结果身后突然一阵寒意 苏黛连忙擦掉镜子上的水雾 啥看 不料一个恐怖的鬼影赫然出现 慌乱之下 他踩到断掉的门把手昏了过去 村民们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处理 就在他们一筹莫展之时 老人发现苏黛的鼻子里 有一颗闪闪发亮的鼻石 拿出来一看竟然是一颗大钻石 众人瞬间看得眼睛发直 但为了避免贪心带来无法避免的后果 最终他们决定物归原主 当晚所有人久久未入眠 脑海中都是那颗夺目的钻石 深夜十分贪念战胜了理智 村民们眼里只剩下金钱 全然不把规矩和人命放在眼里 众人决定谋财害命 将苏黛砌在墙中毁石灭迹 恰巧进行到一半苏黛醒了过来 他不断哀求村民们放过自己 可村民们根本没有表面那么老实 卷毛更是人狠话不多 一铁锹将苏黛再次拍晕 与此同时杨毅已经被救了出来 老板只教训了他几句 随后命令他三天内找回丢失的钻石 否则后果只有死路一条 杨毅根据手机定位的信息 找到苏黛最后一次出现的地方 他带着三名小弟来到石石村 询问村民们苏黛的下落 可不管是戾气逼迫还是言语威胁 这些贪心的村民仍旧没有透露任何消息 无奈苏黛命令手下前去屋里搜查 这时拳击带吸引到和尚的注意 他认为既然苏黛会把杨毅藏进去 自己或许也在里面 毕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但结果却令人大失所望 拳击带里什么都没有 房间之中也没见到苏黛的身影 这时杨毅注意到村民们在煮饭 出于担心他特意过去查看 谁知锅里煮的竟然是一只煞白的人兽 吓得杨毅连连后退 可等兮兮看去不过是一只猪蹄罢了 尽管没有任何线索但凭借杨毅的直觉 他能感受到苏黛就在附近 和尚和疯狗一直以来都是杨毅的属下 其中一位小弟是老板派来的 此时他在一面墙壁前闻到奇怪的味道 告诉杨毅几人有异样 谁知他们根本不相信 还觉得小弟极为愚蠢 现如今线索只有这一条 杨毅决定在这里暂住 谁知村民们确称没有住处 无奈他只能拿出匕首威胁老人 凶狠地割掉了老人的一撇胡子 其余手下对村民们拳打脚踢 老人实在看不下去 最终不得已同意杨毅的要求 安排他们住了进去 恰好杨毅几人住的是 藏匿苏带尸体的那间屋子 杨毅有一个很怪的癖好 走到哪里都随身携带自己的获奖照片 虽说只是个二等奖 但和尚和疯狗也不停的在一旁拍马屁 杨毅一时间被夸得喜笑颜开 就在三人商量苏带的行踪时 小弟又过来扫兴 询问他们没有钉子和锤子 怎么挂获奖的照片 杨毅实在忍受不了 命令手下将小弟暴打一顿 随后他们又来质问村民们 苏带到底藏在了哪里 既然手机定位定到这里 那就一定不会出错 谁知村民们的嘴仍旧密不透风 无奈洋溢最后决定给苏带打电话 恰巧这时小弟已经开始钉钉子 准备将获奖照片挂上去 墙里隐隐约约传来电话铃声 还有苏带的求救声 小弟连忙给疯狗报告 他丝毫没有头脑的话语 瞬间惹怒了疯狗 他抄起东西殴打小弟 就当以为终于可以清静一会儿了 小弟钉钉子的时候 苏带再次求救 电话那头的杨毅并不理解他的意思 小弟倒是听懂了他的求救 再次如实禀告给疯狗 谁知对方一怒之下又动起手来 阴差阳错之下打到钉子 直接排进苏带的额头上 明明近在眼前杨毅等人 却与机会失之交臂 夜晚时分正当众人熟睡时 一双虚无缥缈的目光突然出现 他不断游走直至到村民们的房子前 杨毅敏锐察觉到有人影闪过 他立刻拔出双刀成作战状态 临出门前还踩到了和尚的手 杨毅一路跟随诡异的身影 发现森林里竟然矗立着两座墓碑 跟随鬼影消失的方向 杨毅来到一所破烂不堪的学校 空荡荡的走廊里充斥着诡异的气息 他迈着步子四处搜寻 在一间屋子里发现了丧心病狂的村民们 他们不再如白日里那般老师 看起来面目十分猙獰 还没等杨毅弄清楚状况 一个阴森的女鬼猛然出现 吓得她瞬间从梦中惊醒 原本以为这只是一场梦 但当和尚问起杨毅早上去干什么时 杨毅才发现根本不是一场梦 他们意识到石石村远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 可能有恐怖的女鬼游走在附近 最终杨毅决定去那所学校一探究竟 众人带上准备好的枪支无计 前往学校寻找线索 中途碰见劳作的村民们 他们看不惯杨毅等人的作风暗暗咒骂 正不免令杨毅等人颜面近视 但不到迫不得已 杨毅并不想伤害这些村民 于是他只能打死一只猫头鹰示威 随后众人一路来到森林里 也看到了那两座墓碑 可见杨毅的那些经历都是真实的 就在这时 树上突然传来拉扯的声音 杨毅抬头看去 不料竟然又是那只恐怖的女鬼 吓得他瞬间瘫作在地 但等再细细看去 却又消失不见 众人继续前进来到学校 杨毅发现竟然也与梦中的一模一样 周围阴气逼人的 看起来极为冷清 和尚提起自己曾经见过老处子鬼 战斗里强悍面貌也极为恐怖 一时间将杨毅吓得冷汗滞流 他强装镇定让和尚带路 随着几人刚来到学校里 电话铃声突然自动响了起来 周围的气氛已变得格外诡异 几人的神经不由自主的紧绷 和尚告诉众人 最有用的办法 就是亮出男人的阳刚之气 这时疯狗和小弟已经开始行动 杨毅二人还没来得及反应 嘴银体向上的女鬼 突然出现在面前 那惨白空洞的眼睛 吓得众人寒毛啄术 他们来不及考虑脱下衣服 落荒而逃 另一边因为担心苏代的事情暴露 村民们破开墙壁准备转移尸体 顺便再看一看有没有多余的钻石 谁知苏代再次睁开眼醒来 不过迎接他的人就是一样的结局 村民们没有丝毫犹豫 又一次将苏代拍晕过去 这次他们选择的埋尸地 正是每日劳作的田地 就在他们忙活着挖坑埋尸时 一丝不挂的杨毅等人突然出现 为了保留黑社会的颜面 杨毅带领手下假装正在锻炼 村民们因为心虚也不敢多看 假装自己正在种地 双方心里都各怀鬼胎 为了处理干净苏代的尸体 老人决定等杨毅走了之后 直接火化苏代的尸体 谁知摆密一书终有一漏 搬运尸体的时候 苏代的袜子一落在门前 杨毅一眼便认出 那是自己送给苏代的生日礼物 现如今证据摆在面前 杨毅看这帮村民还能嘴硬到什么程度 等日落西山他们归来时 杨毅带着手下已经静候在门口 村民们脸上的表情隐隐透露着凶狠 杨毅一把飞刀悬去 瞬间吓得他们丢下了手中的工具 眼看软得不行 杨毅只能来硬的 他将村民们扔进土坑里 这次如果再不说实话 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谁知村民们仍旧嘴硬至极 找各种理由蒙混过关 杨毅以为村民们心地善良 想要帮助苏代逃命 他并不想伤害无辜的村民们 但如果他们真的嘴硬 不给杨毅一条活路的话 杨毅只能和手下一起解决掉他们 就在杨毅和手下超齐武器殴打村民时 生命力顽强的苏代已经从土坑爬了出来 他费尽九牛二虎之力 又将肚子里的钻石拉了出来 谁知还没高兴几秒钟 一道雷劈中苏代的身体 痛苦的惨叫声响彻天气 杨毅听到后立刻赶了过去 结果发现苏代已经被雷劈的不成人样 好在钻石仍旧洁白无瑕 带领杨毅实在想不到的是 为何人们见到钻石就好像疯了一样 甚至背叛自己的朋友 如果人们的心能和钻石一样洁白多好 杨毅感慨着人心隔肚皮 却丝毫没有注意到村民们见到钻石也是双眼放光 杨毅以为他们出于好心保护苏代 于是特意留给他们一笔钱作为医药费 可他不知道的是 村民们是一群贪心的恶狼 怎会只在意这一点点钞票 与稀稀利利的吓着 村民们的贪念愈加强烈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多的钻石 最终在贪念的趋势下 他们决定追人截获 当杨毅等人来到车上时 汽车的轮子已经被破坏 他们来不及反应 村民们就抄着武器冲了出来 因为人数的问题 杨毅的手下很快败下阵来 只剩下他一人独自应对 虽然他有飞刀护身 但手里也只有一把匕首 恰巧此时手机铃声响起 提醒杨毅手机即将断线 村民们趁其不备冲了上来 杨毅蜷缩在地上瑟瑟发抖 关键时刻 一声枪响震退村民们 原本以为可以靠枪做掩护 谁知小弟又来添乱 他抓着子弹告诉疯狗 枪堂里需要装子弹 这无异于给几人下了死亡通告 村民们听霸纷纷冲了上来 几人只能弃枪落荒而逃 杨毅是一个有情有义的人 他决定自己引开村民 让手下心形逃离 杨毅冒雨在森林中拼命逃窜 却不料被捕兽家的陷阱伤到小腿 更倒霉的是 杨毅竟然选择的是一条死路 望着身不见底的悬崖 还有面前这些贪心的人们 杨毅势然大笑 将钻石吞进腹中 抱着绝处逢生的希望 他从悬崖上一跃而下 好在下面有一条河流 杨毅并没有伤得很重 刚好附近是那所学校 他决定过去打电话求救 就算自己死了也没关系 只要手下能够活着逃出去 谁知电话还没打出去 一双冰冷的鬼手抚上脸颊 杨毅顿石吓得屁滚尿流 连滚带爬逃到另一间屋子里 放眼望去 墙壁上都是一些温馨美好的照片 杨毅不知道这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女鬼又为何纠缠自己 就在他不知所措时 身旁突然传来一股寒意 眼神空洞的女鬼赫然出现在面前 杨毅假装晕倒想要蒙混过去 谁知这时女鬼开口说话 言语之中并没有任何凶狠之意 女鬼斥责杨毅杀害无辜的猫头鹰 这时杨毅也不再害怕 她意识到眼前的女鬼并不像电影中的一样 她的声音听起来并没有任何杀意 于是杨毅不再假装昏迷 她求助女鬼让自己留下 否则会被外面的疯子杀害 女鬼起初坚持让杨毅离开 直到看见她的腿真的受了伤 女鬼的心才软下来 杨毅健壮再次求助 让自己留下打个电话舅舅手下 可学校的线路年久失修 电话早已经坏掉 女鬼能做的只有帮杨毅包扎伤口 提起那些疯狂的村民们 女鬼揭露了他们的真实面目 原来之前他们是一群刚出狱的罪犯 孤儿院的神父出于好心收留他们 谁知那些罪犯心肠歹毒恩将仇报 而女鬼以前也是孤儿院的一份子 名叫松毅 她出现在森林里巨树 是因为树衣让她时常感到寒冷 看着眼前的松毅 杨毅觉得这可能是鬼魂中最可爱的鬼 但实际上松毅也有凶狠的一面 当她张开血盆大口 眼珠爆出的时候 杨毅顿时下晕过去 这不免令松毅伤心起来 难道她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在她看来人的眼睛才是最恐怖的 如此可爱的鬼魂 令杨毅不禁好奇起来 她是如何死的 松毅见她一直滔滔不绝地问 于是决定传送信息给她 二人双手牵在一起紧闭双眼 松毅的魂魄渐渐虚无 附身在杨毅的身上 往事美好的一幕幕在脑海中闪过 以前在孤儿院的日子是美好快乐的 但自从那群恶魔村民来了之后 他们抢占孤儿院的土地 残害神父乃至所有孤儿 最后松毅也是被他们当场撞死 杨毅不明白松毅有鬼魂的能力 为何不替自己和孤儿院的人报仇 松毅却表示即便自己复仇 也无法获得新生 杨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 他怒吼松毅应该利用自己的能力去报仇 而不是让那些村民沾染 孤儿院人们的鲜血活着 因为情绪过于激动 杨毅的伤口不断流出鲜血 松毅委屈地流下眼泪 他不顾杨毅的斥责 还是要给杨毅爆炸伤口 这瞬间令硬汉杨毅都忍不住流下泪水 他的心因为天真的松毅而变得柔软 但二人还没来得及抱头痛哭 松毅突然发现杨毅的影子越来越弱 似乎是有大事要发生 他嘱咐杨毅快点离开这里 一定要原路返回 杨毅虽又不舍但还是朝原路跑了回去 这时一双虚无缥缈的目光再次出现的学校里 他如同风一般跟在杨毅的身后 当杨毅到悬崖边的时候 一个身穿黑袍的男子个人出现 他声称要带杨毅去一个美好的地方 杨毅却谨记松毅的话 再次从悬崖上一跃而下 恰巧村民们正在此等候 杨毅的手下全部被捉 他也被绑了起来 村民们磨刀准备取钻石 他们开音乐庆祝着历史性的一刻 谁知就在准备向杨毅下刀时 一只惨白的手关闭了音乐 被劈成焦炭的苏带赫然出现 村民们瞬间吓得缩作一团 但当看到对方惨白的眼珠时 他们立刻意识到对方是松毅 面对软弱的松毅 村民们自是不再害怕 他们为自己的罪行强行辩解 想要驱赶松毅离开 可在洋毅的教育下 松毅已然不再是那个任人拿捏的软柿子 他愤怒的抄起工具战斗 因为松毅是鬼魂 他自身没有痛感 根本不会受刀枪的影响 所以村民们被折腾的死去活来 松毅不断附身于不同的村民 让他们自相残杀 谁知就在这时 老人抓住空档 把音乐调成念经的声音 松毅听到后不断发出惨痛的吼叫 最终不得已离开了苏带的身体 村民们再次抄起匕首 准备挖出杨毅度中的钻石 杨毅望着这群贪心的人心中再生一迹 他将自家的对手地址信息告诉村民们 表示那里有更多的钻石 人的贪念一旦勾起 那将是无止境的 村民们自是不愿意放过这次机会 将杨毅和手下半封进墙壁后 村民们决定开车前去取钻石 卷毛临走前还戴了个墨镜 其他人虽然注意到但是并没有放在心上 就在他们欢快地行驶在路上时 卷毛关掉音乐咒骂其他人 他摘掉墨镜猛然间露出空洞的眼睛 这时众人才意识到开车的原来是松毅 他们心中瞬间不寒而栗 可即便他们现在发现 一切都为时已晚 松毅加快车速冲向事故多发地段 车厢里呼救声此起彼伏 松毅疯狂地行驶在山路上 他将车子开向一处斜坡 汽车最终滚落山崖 当场爆炸 可恶的村民们无一幸免 而被困的杨毅等人无聊地玩起猜字迷 中途因为杨毅蒙混过关 小弟终于忍受不了他的作风 对着他一顿臭骂 杨毅想要暴揍他却根本做不到 情绪激动之下 几人试图晃动墙体逃脱 终于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 粗质滥造的墙体轰然倒地 杨毅和手下终于得救 钻石回到老板的手中 事情告一段落 杨毅答应松毅的事情 他也没有忘记 他带着手下将周围的树拒断 让松毅不再感觉到寒冷 还给松毅上了许多贡品予以答谢 全篇完 人们大多数相信自己的眼睛 根据自己的推测 去判断剧情的走势 但本篇却让观众意料之中有意外 意外之中有逻辑 逻辑之中却又不刻板 平凡的角色充满三环相扣的玄机 善良的村民却是十足的恶魔 身为黑帮的杨毅却有一颗善良的心 而与平常恐怖片更为不同的是 身为被他人陷害的女鬼松毅 如一般套路下应该会成为复仇的厉鬼 可他却有着一颗善良的心 而那些看着善良的村民们 实则是一群无恶不赦的坏人 本篇一反常规套路的操作 善恶互逆 生死互逆 人鬼互逆 在不经意的对话中植入黑色幽默 整体是一部极故事性和趣味性于一身的电影 还是比较值得观看的 而杨毅和松毅的片段 也让老二想了解一些有关于人鬼恋的故事 不知小伙伴们有没有感兴趣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老二分享哦